好,這次盧瑪尼亞新浪潮演展 如果你只能選一部電影的話 那毫無疑問就是四月三週有兩天 那我覺得它是一部非常史破天津 橫空出世的作品 那它用兩個女大學生疲於奔命的一天 然後他們必須要找到 籌到錢,然後找到秘衣幫他們墮胎 用這樣一個超級任務 然後它檢視了 帶領觀眾重新回顧了 那個非常關鍵的西澳賽古主政的一個時代 那這是一部非常歌劇非常大 然後讓你重新看見一個時代氛圍的 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推薦給大家